说到李若彤曾经是无数剧迷心中的小龙女神仙姐姐 而她与古天乐合作的九屋版的神雕侠侣 也被公认为是经典版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 李若彤不是人间烟火的气质里面 又平添了几分活力 来看看 眼前的李若彤心细如初 但她却为自己贴上了壮实的标签 其实我的肌肉比你现在刚看到的更厉害 因为现在我是放松了 如果我是在真的见上的时候 真的 有的时候我的肌肉看见 不要再念了 不要再念了 肌肉太大了 之所以连经纪人都不能接受李若彤有肌肉 那完全是因为当年她在神雕侠里中塑造的小龙女 实在太过深入人心 你来得正好 姑姑以为 今生今世 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自己也超越不了 这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等于说 自己有一个终身的一个代表作 是非常感恩的 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 李若彤美美现身 都还会引着剧迷们的驻足 勾起无数记忆里的美好 还记得去年再次披上小龙女的行头 走上荧幕 惹得周遭一片激动 大伙都会来跟我说 哎呀 就是我以前一直看着 看着这个那个那个梦想 其实我 我明白什么感受 就像我 看以前我喜欢的偶像的时候 我看到在真人的时候 或者再重新再装扮 我喜欢的那个角色的时候 我也会激动 我也会 所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都回来 然后那天我自己的美好的回忆也回来 就是你把西服穿上 装扮起来的时候 你就很自然的 我就变成小龙女 还记得剧中 孤儿和姑姑十六年后再见 没想到在拍完戏的十六年后 古天乐和李若彤 在2011年的飞机上再次偶遇 2018年初又再一次碰面后 古仔与星星店念起再续前缘来 也许可以再次合作拍摄神雕侠侣 一套发生在现代或未来世界的全新版本 各位古迷 大家会支持吗 在神雕侠侣一战成命后 李若彤又陆续拍摄了天龙八部 娘们女将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电视剧 不过她也从来不是一个高产的演员 尤其是2005年到2012年期间 她甚至还一度进入了半隐退的状态 2013年 在好友曾志伟的盛情邀约下 李若彤出演了香港无限的电视剧 女人俱乐部才算正式复出 不过即便如今已经渐渐恢复了演艺工作 李若彤也不愿意用力太猛 如果比方说你要我很长时间 三个月四个月再留在内地的话 我真的要非常谨慎地去考虑 毕竟我的家人都在香港 我是那种会想家的人 去年派了一个海棠烟雨 一个电视剧现在还没出来 最长的是25天 也对我来说 也是没关系可以慢慢习惯的 文娱新天地香港采访不到 再访下转 pojaw